二月河, 雍正皇帝 你剛才口口聲聲說 顧念兄弟情分 為甚麼要這樣作賤他呢 成者為王, 敗者為寇 事到如今, 他想怎樣對我 我也不在乎 我還說為了富貴名為 就算只是為了保存性命 這裡火勸都不得不挑 朕每日四更起床, 做到寺時都未睡 你知不知道朕有多累 接替語福的是湖廣水師父將吉哈羅 接替王雲吉的是甘肅報政士德仇 接替魏之約的是雲南報政士曹森 我連一個人都沒有安插入你的大營 至於九爺, 他不屬於我管的 今天可能因為身體不舒服 所以才沒有過來為你接風 真的? 岳某只是帶了七百人過來辦事 我的中軍大營還在老地方 教人之後, 這七百人 我會一個不留地帶走的 來, 大家敬大將軍一杯 敬大將軍一杯 敬大將軍一杯 原來如此, 看來我應該多謝岳將軍才對 不必客氣, 大家為朝廷效力 來, 我自己敬你一杯 好 今天蓮某人借花敬佛 這頓接風酒 改為各位身道兄弟的見面酒 還有, 順便多謝岳將軍 我為你戰俠 多謝, 多謝 大將軍, 你回來了? 九爺, 你怎麼今天這麼晚才來? 酒席都散了 我在家準備新後事 是嗎? 新後事? 沒錯, 預備我的新後事 亦都預備你的新後事 九爺,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過幾天你就明白了 你已經失去了兵權, 你知道嗎? 九爺, 你搞錯了 岳中奇剛剛交了碎人給我 明天他就回到本部了 我還是大將軍 你這個韓信 死到臨頭還未知 河南秦虎田文鏡參理一本 皇上已經發佈天下了 我看過了 公佈之前 皇上已經找人抄了一份給我 中特別諸名 朕官已在京作為, 雙屬老成 我又用不著爬區區一個田文鏡 你是功高蓋勢的大將軍 一本就當然參理不動了 必在這本只是第一本 正所謂長島眾人推 對, 皇上斥責田文鏡 還發佈天下官員討論 即是暗示叫其他人參理 到時奏接如雪片分飛 你這個大將軍還有得做嗎? 不行 我馬上寫密就給皇上 拼了田文鏡這一本 其他人就不敢出聲了 你喜歡怎麼做就隨便來 我就知道大事已無可為 只怪你當日猶疑官亡 沒有起兵造反 如今悔之已慢 大將軍, 我走 你好自為之 連更要, 既來密接收到 朕不聲蟹燃 你喝醉了酒 還是因為殺人太多失魂落魄 朕一片苦心 將田文鏡皺接抄給你看 欲啟發你的天良 讓你忠心侍奉朕 你竟然大放缺詞 諸多推躺搏斥 喪心病狂, 竟致於此 喪心病狂? 大帥 大帥 甚麼事 大帥 屬下見你拿著一封聖上註譜 回來覆他這樣看 還念念有詞 小人怕大帥 你別吵 讓我看看 你別吵 喪心病狂 朕已發指給惡忠祺 征犀將軍由他出任 看來你實在擔當不起大將軍的大致 朕立即改封你為杭州將軍 見字即行交割印順 你放心 朕斷不會做藏工攀狗的皇帝 但你亦要承傳朕 盡快啟程入關 否則 朕須有意保存 無奈國法難逃 真是慾手 大帥 大帥 富貴榮華 不過是王娘一夢 喪成鼎 王娘贖 我也應該發願夢 大帥 大帥 你別再叫我做大帥 我已經不是精西將軍 皇上這封密接話 貶我做杭州將軍 而且要我盡快喜情上游 那…這樣怎麼辦 這件事早上會發生的 只差時間遲早 我功勞尚在 誰想一手掩盡天下人二夢 也不容易 別愁眉苦念 我年更搖 觀印過舊 錢也賺夠 聲望也不低 莫說叫我做杭州將軍 就算貶為書民 我也無所謂 大帥 我看這件事沒那麼簡單 皇上首先 就叫你入京 然後就調走你的心腹 再剝奪你的兵權 像足企一樣一步一步 我說他最終都要 你說得對 盛頂 大帥 這個袋裡有八百萬兩 見票即負的龍頭銀票 普天下任何一家銀號都用得 你幫我帶走 大帥 我喪食鼎兩代受大帥之恩 怎能臨危出走呢 就是因為我們情分與別不同 我才要走這一步 當今皇上並不是好相遇 我連家滿門上下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 所以我向軍中收了一批蒙古女子作賊 並不是因為我好食 老實說 他們之中已經有兩個有了新紀了 你今晚就馬上幫我帶他們走 我派親兵秘密送你們上山西 你打發那群親兵回來之後 立刻離開山西 不要投親 也不要找朋友 找到全安靜的地方落腳 我如果過得這一關 自然就有辦法找到你們 你如果我滿門抄斬 希望你幫我養到一個男丁 就算是我連事有後了 大帥 如果不是怕被人見到會起疑心 成頂早就跪下了 別再說了 你只要扮 是 楊稀爺, 十三爺 楊稀爺, 十三爺 楊稀爺, 剛收見岳忠祺寫的八百里加急文書 連庚瑤俯首聽命 教出精西大將官印順 由岳忠祺親自送他去同關 並無發生兩軍火拼的事 這樣就好了 老十三 你這個病不能太激動 連庚瑤總算識大體 他肯聽命 朕亦不想趕盡殺絕 和你抓這盤棋 朕算是輸 不過輸得起 和連庚瑤抓那盤棋 朕總算贏了 不過也贏得起 停動你夠細心 由內庭上書房辦理這件事 果然妥當 你看一下朕這裡 一共有百多封參連庚瑤的奏劍 只是題目和節略都寫了成本 世上人情真是有如紙薄 只有錦上添花 誰肯說中送壇 我看這批奏節都是不了了之算 萬歲爺 這裡有百多個官員的奏章 如果全部都由上書房扣起不回覆 似乎有點說不過去 連庚瑤也實在太大膽 他帶一千二百名親兵去杭州上任 逆繳二百七十成 拖馬二千匹 還有大車四百多輛 本來已經惹人觸目了 他還叫杭州報政司衙門 幫他找一百二十間屋 安頓他的手下 那有什麼辦法不犯眾怒呢 真是豈有此理 這個連庚瑤不做大將軍 想做貪官是嗎 朕削他的官 原本為了清理理智 他情願觸犯國法 朕也沒辦法救他 朕這樣做算不算吐死狗攀 由得天下人怎樣去說呢 皇上 皇上這樣說也有道理 不過大兵的人有錢 這一點天下皆知 如果因為連庚瑤擺出一個貪財的樣子 就除了他的 就算不是攀狗 世人也必有攀狗的說法 連庚瑤囂張不護 是不是可以在這方面做文章呢 你也說得有道理 亭玉 實在 你將這些彈劾連庚瑤的奏章 一律截略刊登底部 明發天下 要連庚瑤一一據實回奏 再通知利部、刑部、兵部、戶部 凡有彈劾連庚瑤的奏章 一律要登出來 不得隱藏 炸 這次真是雙龍筋 俊虎大人 做甚麼事這麼心煩 說出來看看 再也可不可以為你分憂 就是連庚瑤的事 大人 連庚瑤沒有作為尊橫不可一世 但已經過去了 他明目上是杭州將軍 但每日收到幾十封彈劾 他的奏節 要逐一回奏 奉者無權無兵 做不到惡 我身為浙江巡虎 連庚瑤已成匹夫 我當然不怕他作惡 本虎傷腦筋的是這封聖子 聖子? 是寫甚麼的? 只得一句 著杭州將軍連庚瑤降十八級聽勇 這樣啊 杭州將軍是從一稟 再降十八級 即是未入樓 但未入樓只適合給書版小利 武官是沒有未入樓的 你叫本虎如何宣這封聖子 那倒是 大人 兩江總督李衛大人更在此邪 他又是萬水爺身邊的雄人 不如問他應該怎麼做 還知道你來幫我 我今早已派人去李大人打聽了 只是擔心為何這麼久還未回來 你知道了 皇上如今發生氣 如果遲了孫子 可能會連累了本虎 連庚瑤哪兒不去 為何偏偏來我浙江 巡虎大人 李總督那邊有回信 快點拿來… 師爺, 你讀給我聽 真的要讀? 快點, 時間緊迫 李大人是這麼寫的 折耳黑, 你真是笨蛋 熟下歌詩 不要緊, 讀了… 萬歲爺的意思只不過是革他的職 你隨便找著爛鬼城門給他負責看守 告訴連庚瑤, 過幾天我會去看他 大人, 讀完了… 爛城門? 師爺, 我們杭州有沒有荒廢的城門 可以派賢羹去? 大人, 爛城門真是沒有 杭州城外三十里 有個小鎮叫樓下的 那裡有個城門日久失收 不因為居民太少, 所以一隻無理會到 對了…就派他去樓下守城 安樂了 走 好 亭玉 實在 你來得對 馬齊說他要退休 你幫朕勸一勸他 萬歲爺, 馬中堂一早已經跟奴才談過 奴才也勸他不住 不過萬歲爺如果不准 馬中堂就不會走 唉, 朕也不能夠強人所難 人人都說朕刻薄 朕真的百慈莫辯 好像馬齊你這樣 曾經補過韻治做太子 一個正正中中的八爺黨 又被先帝打入天路 是朕放你出來 委以重任, 賜高官厚落 阿神, 奮身難報, 我主龍人 朕不是要聽這些話 朕這樣做只是因為你做人沒有私心 你心中有朕, 而且圍觀清廉 當日龍科多帶兵入唱春園 如果不是馬齊你擋住 朕和亭玉可能要流落民間, 君臣夢塵 所以馬齊你是現臣 國家要辦的事還有很多 朕都不忍心叫你走 你又何必離開朕呢 萬歲, 老臣又何嘗捨得皇上 不過馬齊已經七雅幾歲 坐在這個位置 又做不到這個位置的事務 也一樣辜負萬歲的恩典 老臣應該忍退 讓李衛這些年富力強的臣子 追隨萬歲左右 這樣對萬歲, 對天下百姓 都是有好處 不行, 不行, 不行 尚書房在用筆默的地方 莫說說李衛 就算阿爾泰他們都沒有這樣的能力 況且朕一心擦身理智 要靠田文鏡, 李忽, 李衛他們在外面效力 朕要恕他們為模範 被其他官員學習 又怎能調回來呢 萬歲爺說得很對 不如這樣 奴才以為馬齊可以在京郊居住 雖然告老, 但不必還鄉 萬歲爺有事, 隨時可以召他進來諮詢 豈不是一舉兩得 嗯, 這樣也好 就照亭玉的意思辦 亭玉 臣在 你進來見朕, 為甚麼事 萬歲爺, 剛剛接到年更遙的臨死哀求節 所以, 盡情萬歲爺遇南 嘿, 這個人真是死性不改 杭州巡婦折以黑, 送他鄉下小城看城門 他竟然每天, 穿著黃馬垮在當差 分明想向天下人控訴朕代他黑薄 朕要看, 你讀出來 喳, 年更遙臨死哀求節 皇上, 臣今日一萬分知道自己的罪了 若是主子天恩, 連臣悔罪求主子遙了臣 臣年紀不老, 留作犬馬自孝, 慢慢地給主子效力 年更遙最深入血謹塵 萬歲, 年更遙被貶已有半年 大理子刑部合以他五條大疫罪 九條欺望罪, 十三條狂撥罪, 六條尊善罪 加上貪男侵食罪, 一共九十二條 事到如今, 萬歲還有什麼遲疑之處呢 他不肯自盡 朕始終不忍心下手 他和其他人不同 除了公事, 和朕也有私交 況且他妹妹蓮妃, 如今也病了 今早朕去看他, 已經病得骨瘦淪迅 只剩下一口氣 朕也想不到什麼話去安慰他 朕是皇帝, 但畢竟是一個人 他們連事一門, 跟了朕幾十年 萬歲, 蓮妃是蓮妃 蓮妃是蓮妃, 況且蓮妃犯下如此大罪 萬歲並未朱蓮其家族 已經是天高地厚之恩 如果再要講私交 又如何向天下人交代呢 還有, 蓮妃雖然以後莫力作惡 但他一日不死, 一日會向世人控訴萬歲 好, 朕今天就處置了他 亭玉 神在 朕寫一道首語 此年更搖自盡 你叫…你叫李慧去 好好地幫朕送他一程 此生日 大人家 祭父 你 老兄 你為何生日 他亂去 你為何生日 來 蓮大爺, 我只會這樣唱這首歌 不要緊, 以你剛初學而言, 已經算是不錯 蔡日, 有時間我慢慢教你吹木童笛 你是看牛的, 即是木童 連木童笛也不會吹, 不太好 我認識很多做看牛的 就不會吹笛了 蔡日, 跟人比較 要跟聰明的人比 不要跟一些比你的人比 要不然, 人就沒有志氣, 沒有常盡心 什麼是志氣, 什麼是常盡心 譬如你是看牛的 但不甘心一輩子做看牛仔 你學會多點東西 就不用一輩子都留在這裡 學東西? 沒有人教我學東西的 連大爺你就最好人了 肯用時間教我, 跟我聊天 當初你來到的時候 大家都很害怕你的 不敢走過來城門這邊 時間? 我的時間恐怕也不多了 那倒是, 我經常見到那些官差 送一塊塊文件給你 然後你就不停地寫寫寫 又一塊一塊地交上去 你真的很忙 到底那些是什麼? 是有些人去皇帝投訴我 皇帝問我為什麼 要我向他解釋 皇帝? 原來你認識皇帝的 不知識, 我跟他 還好像現在跟你這樣 一起聊天, 吃飯 你很聰明, 認識皇帝 那你就不用怕了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人 去皇帝那裡投訴你 我看你這個人多好 你做錯了事嗎? 他們投訴我的事 有很多都是假的 不過也有些是真的 蓮大爺, 你真的做錯了事嗎? 我不僅做過錯事 我還曾經殺過人 你殺了一個人嗎? 很大罪的 難怪皇帝要罰你 我不僅殺過一個人 我殺過很多很多人 很多? 多過我看牛嗎? 多過 多過 那…多不多得過村長養過的小雞? 多過 那…多不多得過… 我殺過的人 多過你們整條村的生命 多過池塘的魚 多過樹林的雀仔 多過地上的螞蟻 我殺了 我知道了 蓮大爺, 你說謊 你騙錯一 騙錯人 騙不到十五 這筆像 早晚也要算 蓮大爺 哪是十五 這樣, 我們村沒一個這樣的人 不如別說這些話了 你越說越不開心 我們不如像平時那樣 吃完飯玩一會兒, 然後才回家 好, 那你想玩什麼? 不如… 小朋友, 蓮大爺今天沒時間陪你玩 你乖乖去放牛吧 叔叔有事跟蓮大爺聊 你去吧 李大人, 為何要你親自來這麼給面子 當年你和四爺在市集賣我的時候 我都長不得這個看牛多少年 說起來, 我也很久沒叫你蓮大爺 李大人, 做此官行此例 當年的事還說你做什麼? 今天這件差事, 我李慧真是不寧願來做 不過, 以我和你這麼多年交情 我是應該來送你一程 蓮更耀, 有旨意 李慧, 這裏只得我們幾個人 何必交這麼多無謂的禮儀呢? 難道還要我蓮某墳鄉跪接聖子? 你以為是演戲嗎? 我真的不忍心讀出來 那我交給你自己看 那只是狗仔的作風吧? 你放心, 這套聖子我預計要收很久了 蓮大爺都不會誤你差事的 蓮更耀, 以記不肯自盡 蓮大爺, 就不只好恥意自盡 蓮大爺, 你倆雖然是我親兵 但你也不如藐視聖子 我已經是聖子恥自盡了 難道還可以有更重的責罰嗎? 事到如今, 我只有認命 蓮大爺, 等狗仔侍候你這一杯 送你上路 好, 慢著 坐日… 蓮大爺, 你叫我嗎? 蓮大爺要走了 以後都沒機會再跟你見面 你要記住, 做人要有上進心 不要拿你比你差的人做比較 不要, 男子侯要有志氣 好, 我要有志氣 就像你們那樣做大官 蓮大爺這裡有一串罰珠 蓮大爺送給你戴上手道 當作做過紀念了 謝謝蓮大爺 你今天早點趕點回家 不要再流向這裡了 知道了, 蓮大爺, 我走了 救命 救命 送蓮大爺起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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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吳哥, 麻煩你看看皇上在做甚麼 如果有空就說我李衛帶人來見他 李大人, 皇上剛見楊明時大人 發脾氣暫時不可以見你 不如你帶喬引緞先去我的示威房休息 我陪你們聊聊天 到見了那一會兒 自然有人過來通知你們 你認識喬引緞嗎 是, 十四爺還沒去津發的時候 有時候奴才去皇府傳旨, 送禮 大家見過下面 喬姑娘, 我不便扶你 你和李大人跟我來 麻煩你, 最不過 李大人, 喝杯茶 麻煩你 阿蕎姑娘, 你也喝杯吧 我特地向宮女借了一套梳妝抬回來 你等待吃點飯, 可以更衣梳洗 事到如今, 我也只能跟你說一句話 皇上, 端端不會為難你 多謝你, 茶我喝, 飯我都會吃 但我不會更衣梳妝 喬大姐姐, 我送飯來給你吃 我叫秦薇薇, 轉換事後你 你有甚麼儘管吩咐我 如今你只要多吃一口飯, 配多住菜 就是看失小奴才 儘管吩咐你 好吧, 你去告訴皇上 喬引太想死 不過, 死之前我想見一見他 看真點他的樣子 喬大姐姐, 你先吃飯吧 你想死也不會狠心得要小奴才賤私底 皇上一定會見你 你有甚麼要求, 到時親自跟他說好不好 喬大姐姐, 你說想死 其實都是一時看不開的 遲下想通了, 叫你死也未必肯死 是嗎? 喬大姐姐, 其實照奴才看 你和皇上也挺有緣分 喬大姐姐, 你說甚麼 喬大姐姐, 你說甚麼 喬大姐姐, 你不要這樣看著我 我還小, 你這樣看著會嚇壞我 喬大姐姐, 你也挺無賴 喬大姐姐, 你誤會 我的意思是, 你剛吃的飯是皇上賜的 皇上這頓也是吃這幾道菜 我平時也有時候皇上吃晚飯 他又像你剛才那樣 匆匆忙忙, 吃一碗粥, 吃點心 然後就坐著好像打坐似的 不理會在身邊的人 跟你剛剛的情況一模一樣 所以我就說你們很有緣分 你這種人, 我真的沒你的辦法 我夠了, 你收拾東西吧 大姐姐, 你終於肯笑了 將來小奴才還要侍候你 你多笑幾次 大家就有好日子過了, 是不是 幾位大人, 我收拾好東西了 出去吧 這個純薇薇真是老人精 奴才李慧, 向皇上請安 起來, 朕計算日子 派你去接應德靈台 昨天就應該回來 是否遇到甚麼阻滯 十三爺呢 是, 奴才途中遇到大雨 衝斷了一條橋, 要繞路回來 至於十三爺, 如今應該去到 津化皇陵, 見到十四爺 皇上, 這個就是僑隱替 奴才奉旨帶他進來面勝 好, 李慧 朕估計你都肚餓了 純薇薇, 刺善李大人 喳 皇上, 不用這麼麻煩 你剛才賜給楊明時的飯菜都還在 奴才黑衣仔出身 沒那麼多顧忌 不如就賞給奴才 隨便吃兩口就行 不行 雖然說朕刺善 人們在朕面前都不敢狼吞虎县 通常都吃剩很多 但是飯菜都放到冷了 況且是賜給愛神的 你是朕的家奴 照朕方才吃的來一份 又家常又戀胃 你就坐在那邊吃吧 喳, 奴才多謝皇上關心 李大人…飯菜到了 蠻微微的 你先別出去 待會還有事要吩咐你 嘗 你叫喬隱替? 是, 我就是喬隱替 大膽奴才, 你這樣向皇上回話嗎?快跪下 李德全, 不要懷難他 就算你叫幾個宮女強硬壓低他, 叩頭給朕 他也不是心悅成鳳, 朕要這種虛禮幹什麼? 喳 喬引提, 你是山西人? 山西定商人 家裡還有什麼人? 爹, 娘, 哥 十四爺, 代得你好好, 是嗎? 朕知道十四爺代得你好好 但是他是犯了國法和家法的人, 要受懲罰 十四爺, 他犯了什麼法? 家法很難說得清楚 就算朕說了, 你未必會相信 連更堯派人跟他聯絡 要他走去西陵, 擁立他為帝 買通了人送信給他 穩提匿藏不報, 已經是罪了 九月初九 汪景琦冒充內務府的人想闖入景陵 剛好穩提又想去祈風山 幸好朕處置得早, 才沒有作得成犯 但是這些, 都是大逆之罪 他徒得家法, 可知國法難容 皇上要他七步成屍 欲家之罪, 何患無辭 你… 由得他 朕兄弟二十四人 只有穩提和朕是一母同胞 朕發落他去遵化守寧 就是想他修心養成 亦都想他遠離小人的疏擺 以免做出些五三五四的事的時候 朕都沒有能力保得住他 引體你雖然是女子 亦都聽過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我是個女人 你們男人這次是非非 我不明白, 亦都不想明白 我只知道要從一而終 我的命是十四爺救回來的 我也都已經跟定了他 就算他犯了韜天大罪 我都是他的人 如今我只求一死 而且死得越快 我越多謝王恩 如果可以讓我和十四爺死在一起 我就真是含笑九泉了 十四爺代得你很好, 是不是 是 朕會代你比十四爺更好 你剛才口口聲聲說 顧念兄弟情分 為何要這樣作戰他 我是他的女人 你又何必拆散我們 拆散你們? 你是福進還是側福進? 福進要經朕風 側福進要去內務府註察 你們說你們有什麼? 朕跟你說 照大清律例 穩提犯了這種大罪 他所有家人都會發落到黑龍江做奴隸 那就請皇上照大清律例辦理 要怎樣處置 並不是由你作主 朕要留你在這裡做宮女 除此之外, 別無處分 你下面還有人服侍你 你不是下等宮女 皇上的意思 是將我從十四爺那邊搶過來 要我…要我侍候你? 皇上, 你不怕我犯士君之罪嗎? 你越是這麼說, 朕也越要你侍候 朕是天下共主 以仁孝可以教化天下 難道我就教化不了你? 朕薇薇 奴才哉 帶他出去 照宮中的規矩換衣服 穿其妝 叫高慕蓉再撥三個太監 四個宮女日夜照顧他 朕 那人體 你好好地照顧自己 如果你有什麼不測 朕就立即賜死問題 是 大姐姐, 你過來這邊跟我走 皇上, 奴才勸主子一句說話 喬引替這種人 不如在主子面前侍候 不如送他入冷宫 或者索性殺了他 主子安全也承傳了他的截裂 這些是朕的私事 因為你是朕的家奴出身 所以才沒有叫你迴避 不要說這些 你對朕說一下 外邊的人對朕刺死連羹堯 有什麼說法 連羹堯人緣太差 他過殺蝦出外吹瓣糧草 知府以下都要開中門跪接 所以那些人就說 連羹堯就算無犯貿易罪 以他橫行霸道 主子殺他也是應該的 朕不是要聽這些 這些門面上的說話 朕給你清楚 最重要的是聽背後的說話 不要一直在歌功仲德 皇上在密接諸批 早已對奴才訓事過 問題就是 以奴才的身份 自己去官場打聽 斷斷不會有人敢對奴才說真話 不過奴才奉紫結識江湖人物 時不時都會聽到一些民間的閒話 但是未免過於荒唐 荒唐不緊要 朕說過賢者無罪 這些齊東野語 朕只要你去聽 不必去追查 講起上來 也有人說 連庚堯功高震主 不知收斂 他如果懂得像國子儀般 自卸兵權 就不用搞成這樣 嗯 這種說法雖然不驚 但是也未常說不過去 還有一些人胡言亂語地說 說先帝駕崩 龍科多在內 連庚堯在外 兩個人互相勾結 施改先帝為召 補了皇上登基 所以皇上坐穩江山之後 就殺人滅口 拿他們兩個來開刀 豈有此理 奴才該死 不用怕 你說 你繼續說 有人說 連庚堯的妹妹是皇上的貴妃 幾十年來 在主子面前周旋 知道皇上的秘密太多 皇上如果不除了他 怕後世 有所已論 還有人說朕是抄家皇帝 八爺是賢王 所以連庚堯想和八爺亂手 清除了朕這個秦始皇 皇上 小人造謠 什麼難聽的話 說不出 如今朝野上限都知道 皇上人德成效 勤政愛民 謠言止於智者 只要抓幾個證據確鑿 正發了他 其他人就不敢亂說話 小狗 你過來 朕給你看看 皇上 朕知道 也有人說朕是好色之徒 每天喝醉醺醺醺 胡亂抄家殺人 你看看 這是朕今天批的奏章 一萬多字 你們 這些是昨天批的 八千多字 朕另外還要接見大神 要去家廟祭祀 朕每天四更起床 做到子時都未睡 狗仔 你知不知道 朕有多累 聽見你複述的閒言閒語 與其說朕是震懦 不如說是失望 是傷心 皇…皇上 你為人 有些人嗎 管事的太監去了哪儿 這兒是寧墓 但沒理由那麼遼落 十三爺 有人出來 奴才照無信, 向十三爺叩頭請安 這裡只有你一個管事太監 回十三爺, 還有一個叫秦無二 隨身事後十四爺 他現在在裡面, 奴才馬上叫他出來 不必, 本王是奉子來探望問題 是的, 你不必通稟, 帶我進去了 不, 十三爺, 請走這邊 照無信吧? 是 本王知道問題比較少理事 但你作為管事太監 也應該約束一下手下 這裡是先帝的寧寢 導致滋網封塵, 烏鴉罪責 傳出去讓萬歲爺知道你們都要負責任 是, 奴才知錯了, 奴才一定會加倍小心 知道就好了, 十四爺住在哪裡? 沿著這條路一直向前走, 北邊偏殿那裡就是了 他身體好嗎? 十四爺身體不像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只是睡得不好, 吃的東西也不多 他每天起床還有沒有練拳? 偶爾也會打太極拳 有時候也會出電外散步 只是從來都不跟我們說話 那有沒有彈琴, 有沒有下棋? 回王爺, 十四爺從來沒有彈過琴 也沒有下棋, 平日他只是練字 但是一寫完就燒了他 王爺, 前面正殿寫詞的位置就是十四爺 行了, 我自己進去吧 是 十四弟, 我來看你 十四弟, 老十三來看你 哦, 你是奉子來的, 是嗎? 是, 是就是 是顯禄還是暗神? 好兄弟, 你不要這樣 我是問你, 要把我殺頭 還是要靜靜毒死我? 雍正派李衛去赤田耕耀致盡 都只是一個兩綱總督 派給我的竟然是一位皇爺 看來我穩提的面子 的確是大一點 十四弟, 你何必 老十三, 我可以坦白跟你說 如果要綁我回去北京 忠目攜攜之下正法 我立刻向你叩頭謝恩 但是如果想用毒酒灌我 我就把這裡的時候 我的太監工女叫出來 我當眾喝了毒酒 如果要咒一咒味頭的 我就不姓愛身角落 十四弟, 靈活得太深了 你也先坐下 我和你是親兄弟 皇上和你更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 為何就互相猜疑到這樣的程度呢? 人來, 誰負責事後十四爺的? 六六菜, 秦無二, 明天皇爺吩咐 本皇爺沒有什麼吩咐你 只是要問你幾句說話 十四爺每天吃多少餐 每餐吃多少肉 回皇爺, 十四爺每天只吃一早一晚 兩次正餐, 不吃肉 身邊有多少人服侍? 每天十二個時辰 隨時都有四個人在身邊服侍 秦無二, 十四爺是來守寧讀書的 不是來坐牢的 你身為管事太監 應該多陪十四爺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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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難道奴才該死, 十四爺平日只是在這裡逛一間 從來都不出電外 奴才也不敢自作主張 請十四爺出去 好好好, 你起來吧, 站在一旁 擦 擦 老十四, 你別把自己逼得太緊 做兄弟的 體應覺得難受 剛才說話是我鳳子要問的 怎知還沒開口 你已經又殺口又服毒地吵起來了 是嗎 那就請十三哥回覆雍正 老十四如今好安分 我猜你下一句就是問我有什麼要求 你就跟他說 我是一個不忠不孝 不有不悔的人 什麼福都響過 什麼罪都受過 如今只是想早點得到解脫 他是皇帝 我是臣子 君要臣死臣不死視為不忠 殺了我就最好了 不用擔心我會跟哪個皇爺 哪個將軍勾結自立為皇 十四弟 你何必說這種話呢 你放心 我猜雍正未必肯開恩送這個大禮給我 這位四哥有多精明 我也很清楚 他怕下一個殺弟的惡名 那就請他准我削法為憎吧 如果他肯這樣做 我就衷心感激他 十四弟 你不要那麼激動 你的心情我很清楚 亦都很明白 阿屁 你是當紅的二親王 我的心情你怎會知道 你 十三爺 十三爺 雍正皇帝第五十六回 姚修寧監製 曾月娥編導 二月何元柱 陳七編劇 主題曲由徐家良作曲及片曲 太康填詞 鄭少秋主唱 由黃秋生飾演雍正 潘文柏飾演尹祥 鍾偉明飾演張亭玉 宗偉明飾演張亭玉 羅偉亮飾演蓮更堯 並且由 劉雪明 何國雄 大偉光 溫泉 莫家驅等聯合播演 雍正皇帝第五十七回 姚修寧監製 曾月娥編導 二月何元柱 陳七編劇 主題曲由徐家良作曲及片曲 太康填詞 鄭少秋主唱 由黃秋生飾演雍正 蔡雅閣飾演雲提 潘文柏飾演雲祥 羅偉亮飾演蓮更堯 梁思浩飾演李慧 周文英飾演喬引看 並且由 鍾一鳴 蔡文軒 李偉祥 林友榮 袁富華 何國雄等聯合播演 香港電台廣播劇組製作 現在已經以播放完畢 你沒事吧 沒事 沒事 我這個病是這樣的 稍微激動一點就咳嗽了 迫著要我修心養成 老十四 你剛才問我 怎會知道你的心情 我剛才只是一時口快 如今我又不想再問 我只是想對你說 我是被先帝圈禁了足足十年的人 你大概不會不記得 那又怎樣 我們這種人說就說是龍子鳳孫 但是如果觸犯了聖上 除了死之外 圈禁就是最重的刑罰了 就是一個小花園 四間屋 囚禁了我十年 看著四方的天 看著四方的地 看螞蟻拉草蟒上樹 看著牆角的牽牛花 一次又一次地爬牆 開花又一次一次地呼鑊 吊癡 比起我 你眼前的小小祭雨 又算得是甚麼 我怎可以跟你比 誰不知道十三王爺 是俠王 是英雄 我才不可以跟你比 是不是英雄 大家心知肚明 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 而且還有一身疾病 我失眠 發燒 日夜咳嗽 我這樣的年紀 頭髮已經白了一半 就算最精神的那一天 都只可以做兩個時辰的事 當年的拼命十三浪 如今已經無命可拼了 當然我們的地位不同了 我是親王 而你卻降了作輩子 為甚麼呢 因為皇位之爭已經有了結果了 我的意思是 皇上並不計較那些陳年舊像 當年的形勢 各人為自己打算 你是大丈夫 我就借一句大丈夫的話 贏得起也要輸得起 看你現在的頹廢樣 還好意大聲說自己是 性愛新國羅的子孫嗎 那我那個喬引體呢 奪妻之恨 你有沒有感受過 雍靜你仲所俗所為 算得上是有道明君嗎 皇上並不是拿喬引體來做妃笨 亦都沒有遺難他 這一點我可以向你保證 至於蔡懷曬 錢穩斗勾結汪景琦 向你通消息安排見面 這一層已經查清楚 他們也已經招了功了 你身邊窩藏這麼多匪女 難道朝廷一點處分都不給你嗎 我說的是引體 她又犯了甚麼錯 喬引體和你並無正式名分 從朝廷看起來 她只是一個普通的宮女 朝廷換了你身邊所有的人 沒理由只留下她一個 況且全部換了新人 替你撇清關係 也是為了你好 巧言令式為虎作殘 我知道雍正派你來的意思是甚麼 連庚瑤被她殺了 你如今身體又不好 她身邊沒有一個人有足夠的權威 去指揮軍隊 所以就想是我這個好弟弟 從前的事都已經過去了 老十四 你不是應該趁更年輕 身體更好的時候 為江山社職做回事嗎 哼 就憑十三哥你這些所謂誠意好意 想我回去北京幫雍正賣名 還是開頭的幾句 要顯錄 只是暗甚都由得你 成者為王 敗者為寇 也都是人之常情 事到如今 她想怎樣對我 我也不在乎 唉 老十四 算了算了算了 這十幾年來 我圈禁你出兵 我釋放 又輪到你來守寧 我們兩兄弟 竟然沒有單獨見過面 今天一見 何必為小事洩劍唇槍呢 剛才那些只是我的好意虧勸 並不是奉子勸你回京辦事 如果你不想回去 再在這裡靜養下 都是好的 至於引體的事 我嘗試跟皇上說 幫得多少就幫多少 老十四 你怎麼說也好 打死不離親兄弟 我的為人你是知道的 明天我就要回京了 今晚我在軍營那邊擺一圍酒 兩兄弟高高興興 吃一頓屯圓飯好嗎 這樣也有點情理 好 我一定去 趙無信 秦無義 你們好好的事後十四夜 如果委屈了他 我不會放過你們 至於剛才我們兩兄弟 談的是家事 如果有人傳出去 不管是不是你們做的 我一樣剝你們的皮 喲喲 老才不敢 一等市衛兩綱總督太子兆寶李慧求見移親岸 進來吧 走 十三爺 我以為你已經回到南京 還在北京幹什麼 是呀 奴才是奉了一指 在這裡等十三爺的 就算不是奉子 奴才也想在北京多留幾天 一來聽到那些風聲 奴才有點不放心 二來有些細務 想向十三爺請示 你們回避一下吧 我和李大人談完才叫你們 行 大家先出去吧 好了, 狗仔 到底什麼事這麼神秘 奴才聽聞八旗旗主來京的事 聽說八爺想借整頓其務為名 照八旗旗主入京造反 是有這樣的事 不過八個鐵帽子王 只有四個答應入京而已 八爺他真是大膽 他這樣做 就是拿一條命和萬歲爺作對 憑良心說, 奴才的確有點擔心 八爺苦心經營這麼多年 在朝中有不少他的勢力 只要皇上做出了一些 招人話病的事 局面就真的會被八爺搞亂也不定 況且在如今軍隊之中 大部分的將領都是奇人 在本旗旗主指揮之下 不要說和朝廷作對 只要按兵不動 皇上已經沉食而安 李慧你都長進了不少 懂得由大局著眼看事情 你所擔心的事 皇上早已考慮過了 自從傳出了風聲 說八旗旗主入京之後 皇上對於駐京旗營 遊擊以上的軍官加緊管制 一舉一動都在他掌握之中 原來如此 我們就不用擔心了 你不用擔心了 但我仍然很擔心 為甚麼 我擔心的是另一回事 我怕八哥這次挺而走險 會無法自拔 你知道嗎 謀反是大逆罪 我想求情也沒辦法 八哥 九哥 十哥 一個親王 兩個貝勒 加上他手下的文武百官 你知不知道會牽連幾多人 就算只是查辦一些頭目 朝廷恐怕都會大傷元氣 就是了 先帝二十四個兒子 大哥圈禁了那麼久 其實已經是瘋瘋癲癲了 二哥病得閹閹一息 看怕都支持不了多久 十四弟其實都算是圈禁了 如今再加上這三個 唉…你說天下後世 會怎樣說妄想呢 唉…天家骨肉 說起來 煩惱比寒門小戶 八爺也是 雖然得不到帝位 但總算是總理王大臣 為甚麼都不心足呢 這些就叫做天意了 我如今又不可以勸八哥 以免打草驚蛇 如果他真的要做 皇上也只有兵來漲擋 水來土掩而已 唉…天下這麼多事務 等著我們做 大家何必只顧著自相殘殺呢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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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到如今 再說其他話都是有多余的了 連耕耀也死了 我們都是任人如玉的了 不要说为了富贵名为 就算只是为了保存性命 这个火劝都不得不跳 八哥说得没错 老四是一个记仇的小人 如今他站稳了脚步 可以身仇旧恨一起算 内庭的人向我透露了风声 说过年之后 又会送我出去恶中旗那边效力 所以我们时间紧逼 八旗旗主入京这件事 一定要赶在正月十五之前执行 没错 那时候刚刚过了年 人心比较松懈 礼部葛达雲是我们的人 又是文华殿大学士 由他请铁帽子王入京朝见 当着皇帝一派开题目 我们的事就可以进行 八哥 我们错过了太多机会了 如果这次再不动手 那天也不会再给我们机会 八爷九爷 说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恶伦代是一届武夫 总是关心兵权 皇上推行申政 整顿其务 确实是得罪了普天下的官员 士绅和奇人 但是我们手上没有兵权 到头来不是又是一个港子 况且八旗旗主只有四个入京 八王以正好像还没有救人 更不要说这四个人 到时会不会临阵退缩 岳伦代 你不用担心 我们只是借八旗旗主 起一个头 旗是要一步一步走的 整顿八旗 又是雍正他自己要的 八哥叫旗主入京以示 不过是奉他的旨 整顿其务分两点 第一是要他们自力更新 不要再靠朝廷公养 第二是要重新整理八旗名册 各人统属方便改革执行 我们如今先行第二步 叫旗主入京 表面上就只是重新整理八旗名册 九爷 这样和兵权有什么关系呢 哼 你不知道八旗子弟 都要听命于自己的旗主吗 不论你在外面做什么职位 在旗主面前 你仍然是他的奴才 以丰台大型为例 不力塔是提督 但他手下三个副将都是奇人 在旗主面前 不力塔就使不动他们了 旗主入京 就间接转移了雍正的兵权 那倒是 到时他们只要说朝廷的命令 和旗主的命令互相矛盾 他们两边都不听 按兵不动 那我们的人就可以办事了 说得对 雍正要奇人去耕田 是狮子改变祖宗家法 八旗旗主有权跟他争辩 如果八王以正救济恢复 这八个铁武子王就有实权在手 现成的权力 他们怎么会不要 到时潮局大乱 八哥出来收拾残局 就是众望所归 老九 你句句都对 最后这句就错了 到时我不会亲自出面 宏时才是我们要推举的人 只要他上了位 我就做周公 自从龙科多出事之后 宏时已经没有依靠 他不靠我们 大好江山始终只会落在宏力手上 所以我肯定宏时也一定会加入我们这边 他要皇位 我们要实权 各得其所 老伯 你来了 神帝参见皇上 不必多礼 你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 早有旨意叫你不必专门进来请安 为什么你又进来唱春元体集 托皇上鸿福 神帝这几天身体好一点 又见底部上说 皇上抱病 暂时不接见爱神 神帝担心皇上的身体 所以特意进来请安 难为你挂心 上次见面 还见皇上气息很好 今次看起来 真的有点潮瘁 听说皇上 每日有三个时辰要见大臣 批就节往往批到半夜 这样挨发 无病都变有病 皇上 你要保重龙体 这才是天下神文之福 朕有自知之明 聪明才智 比不上先帝 所以唯有将勤保全 做人最怕是没有自知之明 对了 整顿旗帽的事办成什么 皇上说得对 人是要有自知之明的 所以神帝和皇上 虽然有政见不同之处 但是对于整顿旗帽 神帝是绝对赞成的 不过皇上你都知道的 旗人个个都是机灵刁钻 各人又有各人的旗主 管理起来是有些困难 这一点难处朕都知道 所以神帝提议 将八旗旗主召到北京 列出整顿旗务的规条 由朝廷下令 各旗旗主对自己所属的旗人推行 扮得好又长 扮得不好就要处罚 这帮旗主又是铁帽子王 平日在关外百知讽禄 无所事事 给他们些东西做也好 不过这么大件事 还是要等皇上胜财 这些事你和宏时商量 朕这边太多政务 分不了身 朕知道你和朕的政见不合 你不用感到不安 只要真心办好差事 朕一样可以容忍你们 整顿旗务 朕指定一个宗旨 方法就由得你们制定 万岁爷 臣张庭玉 进来吧 怜亲王又不是外人 张庭玉向万岁爷怜亲王请安 庭玉 臣在 你是不是有急事 喂 万岁爷 是军墓 尚书房刚刚接到布善写上来的军墓 阿拉布坦带三千蒙古奇兵 偷襲亚以太大营 劫走两副三千石军粮 烧了七千石 根据布善所说 我军战死七十三人 敌军留下二百多副尸首逃走了 布善请护布吊一万石军粮 去补充良父 还有一份有功仗士的名单 现在由军机处腾清再送上来 岂有此理 这样也算是打胜仗吗 布善身为统兵三万的上将 被人偷襲良父 连烧大抢了一万石 死了七十多人 还有免向朝廷要粮食布战功 你以止 布善隔职留任 带罪立功 限他半个月之内 特杂敌人一座良父 朕亦准他战死二百人 否则将他所谓北京治罪 万少爷 这样似乎 怎样 布善很明显是打了败仗 但是如今形势 如果夏子申斥布善 他半个月内又没办法大罪立功 朝廷恐怕没有人派出去代替布善 朕不是怪他打败仗 胜败乃兵家尚事 为什么打败了还要布成打圣灵功 这样做就是弃军了 你说没人可以代替他 朕就不相信朝廷连一个大将也找不到 皇上不必带动干火 臣帝以为可以这样处置 明发尚遇承认布善接敌小胜 叫他乘性追击反攻敌人 因为朝廷在千里之外 假如规定要布善偷袭敌人良父 布善为补职位谋言出兵 可能得不尚失 到时更难善后 至于整件事的来龙去骂 皇上在密接诸批道对布善说清楚 布善自必然感激皇上保存他体面 更加忠心效命 老伯所说也很有道理 亭玉 神在 暂时不用耳指着 那粮食呢 哪里调到一万石军粮给布善 万岁爷 粮食就有很多 不过如今阿尔泰冰天雪地 云书困难 皇上 甘肃御林军府 应该有十万石存粮 西陵大折之后 暂时用不到那些储备 不如由玉林调粮过去阿尔泰 那又不用长途拔舍 也可以乘机更新一些旧粮 加上甘肃东部有灾民要振制 就地挣扎他们运粮 仍然用玉林的粮食当工钱 放振变成工振 存粮也不会因为过期而浪费 灾民有功造有粮出 布善亦得到接濟 起飞三寸其美 好 老伯你真是想得周到 朕乃是圣情中仁 大喜大怒不加掩饰 全靠你们晋奸 朕今天很开心 老伯 亭玉 亭玉 你们不必深存顾虑 日后仍然是这样晋奸 朕不会怪罪 神等必定尽力而为 好 这样就对了 老伯 今天朕收到吻提请安就接 他似乎肯回京办事吧 老十四脾气暴裂 不过跟你好像感情都不错 有机会的 你就多点劝一下他 是 就这样吧 你身体也不算很好 需要什么的 尽管跟朕说 多谢皇上关心 神帝回去了 嗯 这么好的人才 可惜不肯为我所用 但愿八爷真心为过 那就是舍迹之福 也是天家之福 他如果不搞什么八王二政 朕当然不会围难他 是福是和 就要看他自己 亭玉 神灾 十三帝病得这么重 朕身体也欠安 淡子都落在你身上 万岁爷如此体谅 亭玉粉身难报 有关朕的病 尹长和李慧都推荐一个奇人意识 叫做假事方 说他有法术可以治病 你帮朕通知李慧 不用局限假某一个 能够医病的奇人可以多些推荐 朕自有方法使用 请万岁爷恕臣无礼 以神功治病的方法 神不赞同 亦不敢奉照 你通知李慧 三天之后 樊力以亲王 阴差大臣身份 巡视江南 叫李慧回去 沿途加以照过 炸 炸 雍正皇帝第五十八回 姚秀灵监制 曾月娥偏导 二月河原著 陈七编剧 主题曲 由徐家良作曲及片曲 太康填词 郑少秋主唱 由王秋生饰演雍正 李学斌饰演韵志 蔡雅各饰演韵提 潘文柏饰演韵翔 钟伟明饰演张亭玉 梁思浩饰演李慧 并且由刘雪明 林友荣 萧辉勇 袁富华 曾永强等联合播演 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 现在经以播放缘分 《闻寸次》 听歌汉沙 谁在决定我命运 是否誠天 主在我的缘分 面对歌汉沙 人在世上难逃命运 也知道 每一分爱是缘分 尽我心我心 无论要未来未去猛 是这一分月 是我情不自家 航向江沙 全是我完全没有恨 在这一生 爱他一次变无憾 入口沙 入口沙 上 Raz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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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